其實第一個排序啦,這個排序好像大家沒問題 排序很重要,優標記得放在B4 那以後只要篩選的部分的話 記得就在這裡 所以我發現只要你機關記得 其他的功能大概了解 我覺得好像使用這個工具其實也沒那麼想像中那麼困難 然後大概你把你的需求轉換成實際上的功能運用 就很快可以得到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結果 而且花的力氣不大,但是效益我覺得還蠻大的 所以最後的話前十項 記得找什麼 找值的篩選 那這個值的篩選它有分啦,所以我們這邊地方是前十項是找 如果只要前十個的話這邊有前十項 除了前十項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 等於大於 等於大於的話 這個都是數字上的比較 你也可以介於啦等等的 這個 以後可以做蠻多的延伸 比如說你要找哪類的資料 這個後續我們還會再提到 那前十項就在這裡 記得 位置的話 可能還是要稍微把它記一下 這123 剛剛有用到的話就是打勾的地方 這個打勾是直接看到 數量不多的時候可以直接把打勾取消 這個大概記一下 那我們就是點這邊一下 然後把它 前十項OK 這邊可以 最前 而且它還可以把它改成最厚 最大最小 然後這邊還可以 百分比 加總這邊可以改 不過這個我想延伸性自己再去知道這個工具 然後它就會馬上幫我把圖給做出來了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 大概 第一個就是繪製這個 折線圖 OK 看起來不錯 這個也是拆選 用這邊 這打勾的 剛剛講過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個區 這個是比例圖 比例圖的話 就是 甚至可以把這個區塊拉出來 然後這邊是按右鍵 新增那個標籤裡面的新增標籤的圖說文字 然後再加一個 也許再加一個 數量統計吧 反正 至於這個延伸性練習 你們可以在 自己再試試看 然後第三個就是 前 十大的那個道路的 統計 圖 當然你這個地方 主要是這個公式 公式裡面好像就是還有刮鬍 這刮鬍就不再 再練習 因為這個 太細了 那細節的部分看看 剛好同學有提到 也許在fine裡面再加一個 fine錢瓜 也可以啦 OK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三個問題 後面其實我還有延伸性的練習 請各位有空的話 再練習看看 比如說 再去統計什麼 因為它裡面還有什麼 時間 什麼時段 我忘記那個 我要換了畫面 OK切換 我要切一下 後面我想我就不練習了 因為這個應該跟前面差不多 什麼時間 切到按鍵最多 OK 甚至的話 你還可以 區跟街做交叉 做分析 這個其實延伸功能還蠻多的 這個我想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 除了說 可以延伸練習之外 另外呢 你也可以找一下 其他的資料 就是開放資料裡面 比如說你對什麼 切到 在汽車切到這邊 也一樣可以啦 比如說你車停 然後你最容易失切 他歷年都有 還有你騎 假裝車可能一般 不過好像 因為剛好台大 司大那邊 騎車的車童也比較多 所以他們比較關心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哪個切 這個切到 我不知道這個切到什麼意思 切到是說 就是所有的 包含可能汽車 機車 自行車等等 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 還有 甚至他搶奪的 另外還有其他縣市 街頭 這邊一堆 台北市就這些 這麼多了 還有台南 新竹 一堆 所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這資料真的做不完 他只要是 資料格式 是CSV的 通通可以 來練習 除了這些之外 甚至如果你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切到 你可以 你可以按關鍵字搜尋 或者是說你另外一個方式 像 之前同學比較用的比較多的 好像比較 常找的應該是 找什麼 找那個 投資理財 比如說你有買股票 或者是你有買外匯 等等的 那你其實這邊就會有那個 按照分類吧 那這邊有什麼 按照 投資理財 有沒有 總共有 1893種 其他還有什麼 最多好像是公共資訊 還有買房子的 購物有沒有 交通 等等的 這些 很多啦 OK 因為這個主要我是 跟各位舉個例子啦 因為我覺得 這個開放資料真的還蠻適合 拿來當成實際上的案例啦 因為很活 OK 那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資料有可能是什麼 這是投資理財嗎 OK 比較容易發生問題的 就是說你點進去 這個資料可能檢視一下 有沒有 CSP OK UTIR吧 像這個的話 我剛好講過 像你隨便找只要是UT28的喔 你把它下載之後 會有那個亂碼的問題 像我現在再把它打開看一下 這個就 這個資料實在太少了 這個還是要這個什麼 兩筆資料 而且這個沒有亂碼 OK 如果說 假如它是UT28 你可能就要用我剛剛講那個方法 試著把它轉換一下 那個 這個格式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 把這個 樞紐分析 再延伸出去 就VBA了 如果我有個需求 什麼需求 像剛剛我們這邊資料裡面 都是利用函數 產生這個年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 可不可以有個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說呢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它可以直接幫我就產生 這個 跟這個 底下的資料 還有這個 按下它 就是123 然後另外按鈕就按下它的話 那就是把它清除掉 當然我們之前練習是 一個 做單獨一個 可是如果說你要把它全部做在一起 當然可以啊 有沒有 那 如果你要把它產生的這個方式 其實VBA有兩個 我前面有講過 一個是什麼 直接把這上面的公式 就丟到這個 出承格裡面去就OK了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我不是丟公式 我是丟 最後產生的結果 再幫我放進去 那要怎麼完成 OK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的 這些圖表先試著做做看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待會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然後再來思考一下 假如說我要把這三個呢 變成 VBA 自動就按下去 自動幫我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當然 甚至 你想說老師 那我這個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可不可以透過VBA 幫我自動完成 像這個畫圖 可不可以自動畫 跟各位講 絕對可以 只是 難度比較高 我想這個我們按部就班 我們先不要 寫那麼複雜的層次 不然的話 我看有些東西 應該會消化不良 OK 那我們就先從 簡單一點的 所以 待會請各位先把剛剛完成 然後思考一下 這個程式該怎麼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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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